Hello,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1月9号 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行情 一开始还想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因为今年波动仍然是非常的大 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 一定要做好部位控管 那这边有波动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有波动才有创造价差的空间 所以这边也欢迎大家 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台股是往上大涨 那主要在反映什么事情呢 主要在反映这上周五的 美国飞龙就业报告 那这份数据中国认为挺厉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时期的延增率 还有平均的每周公时 都是呈现一个快速下滑的 而且这下滑幅度是优于市场上的预期的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失业率也是同步下降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市场上认为说 经济有机会软着陆 所以这薪资的增幅 是优于预期的 那这边抵消掉 这个飞龙就会的一个人数成长 所以上上往上大喷 那接下来我认为CPI的数据 或是接下来财报中 将会有一定的方向 目前来看的话 美股仍然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那同样你还记得吗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利率跟通膨影响 对于行情会越来越小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企业的获利指引 所以接下来CPI数据 我认为可能影响不会这么大 那比较影响比较大 是接下来的美股财报中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 CPI数据跟美股财报中 接下来表现的是好还是不好 那原理上我认为通膨 今年的高级率可能忘end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这个CPI数据是非常高 那如果你放到今年来看的话 第一期的关系 CPI肯定是往下滑落的 只是快跟慢而已 所以CPI这数据 我认为影响真的已经越来越小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二手车价格 我们曾经在上个月跟大家聊到 去库存产业二手车 这个价格是在往下滑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房价 也是在往下跌了 所以排除掉二手车 排除掉房价 现在连准会最担心的薪资 也开始在往下滑了 所以通膨这件事 我认为今年真的是渴望ending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 经济到底有没有机会软着陆 如果衰退情形没有太过惨烈的话 其实行情还是会在往上走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在2006年的时候 大家也都是在讨论经济衰退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它可是硬是整整涨了两年 走了两年的大多头 所以经济有可能衰退 不代表说它就一定会跌 这边也是有可能在往上涨了 直到最后出现一个暴点 这个暴点是流动性风险 其实过去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也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所以接下来你要好好去追踪一下 企业的获利指引 CPI数据我在上周五晚上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提到 当时的夜盘 期货夜盘是还没有大涨的 大概是在平盘附近 当时我就跟你聊到 这份报告有点厉害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我的群组 Lighter或是Tailground 还没加入了 请大家赶快做个加入 我们在这个群组上面 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资讯 好比说这个抗衰退概念股 我们也是一再提醒 不知道大家已经下手了没 今天一样是持续大涨 过去我们跟大家聊到 经济衰退 避险资金会流入这档股票 如果联准会转为一个货币宽松政策的话 其实这档股票 评价也会跟着回升 所以你在担心说 这边到底经济到底会不会衰退 你倒不如把一些资金 配置在这档股票上面 因为这档股票进可攻 然后退也可以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抗衰退概念 我认为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报股过年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盘面上 在持续做个个股轮动 其实在先前群组或是影音 我们就有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下营运低基期的相关个股 当时在12月26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到PA族群 你要去留意 所以这边你还没加入我的群组的 还没有赚到文贸 还没有赚到全新的 请赶快把我的群组做个加入 所以封关之前 这种歌会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 这是抗衰退概念 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营运低基期的 再来是持续成长 即便今年是个经济衰退年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有很多个股会维持着一个成长的态势 其实这种个股 到时候资金都会来追逐这样的产业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这三个方向是我们过年前的一个布局方向 接着我们就看看年后有哪些机会 所以现阶段这三个方向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这张图表跟这张图表 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 这些预测 其实我认为你心里只要有个底就可以了 因为行情什么时候会来 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跟着资金流向来打单 就像去年大家认为万六不会破 结果万六破了 万五也破了 万四也破了 甚至一路来到一万两千六百点 那这些分析真的是 这是脸肿了跟猪头一样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我们不用预设认的立场 跟着资金流向来去打单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经济有机会软着陆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你要反而留意机会在哪边 那其实这些观念 我们在上周节目上也是一再跟大家提醒 朋友们好 你们看到这个按赞数才九个人而已 今年自动哥的新年新希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按赞数 充到一百以上 因为我们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 那你可以热情的跟众哥互动 你有赚到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跟众哥分享你获利的喜悦 那我们也会很花时间 或是在这个影音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赚钱的机会 那我们在影片上跟大家聊到 当大家都认为会跌的时候 当大家都认为先下后上的时候 那行情还会真的会跌吗 那行情在涨 你要相信什么呢 所以在当时我跟大家聊到 只要三个点位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行情就有机会来挑战万物的反压区 这三个点位依据是14250季线 还有喜悦C号缺口 这三个点位很重要 但是只要没有跌破 那就马照跑五照跳 那站上这月线反压 站上14250呢 就有机会来攻万物这个反压区 其实你可以看我过去的影片 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今天站上这个月线 站上这14250 已经来到了14752 那其实离万物大概就250点 那有没有机会呢 我认为封关之前或许有机会 但是重点还是摆在这个个股轮动上面 那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个价涨量争 那这也代表说这边呢 这聪明前是有进场的 那量滚量情况之下 这万物反压区呢 应该是有机会的 而且这边短音上 还有个高点可以期待 所以这边请大家好好把握 农历年前这最后几个交易日 圆月行情只要这边的 圆月是收个红K的 那代表说今年的行情呢 整年也不会太差 只是中间的震荡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个因应 那封关之前呢 我们也会特别留意贵买指数的走势 那可以看到贵买走势呢 今天是比这加权指数呢 还要来的强势 所以这边封关前呢 请大家好好特别把握 那这个美国乘务库存呢 其实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聊到 今年的行情 你要像2008年一样往下崩 这边可能要看看 会不会形成一个流动性风险 因为当时的条件是 这房屋的债权的过度包装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没有这件事嘛 所以两个礼拜后的财报中呢 我们就好好看看 到底对行情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两个礼拜后 其实呢 台股也是正式封关 要过年去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报股过年的部位 其实或许你不用太大 但是呢 抗衰退概念 请大家一定要拥有 好吗 所以这张股票 如果你还没布局 我认为现阶段呢 还来得及 绝对还来得及 因为这边的趋势 其实呢 才刚刚开始要推出去而已 过去我们就再跟大家聊到 当趋势要成型的时候 其实呢 你不用去拆底或是摸头 当趋势要成型的时候 这市场上总会给我们答案的 那你不用拆头摸底 就算让它个四五百点 其实你也不会太吃亏 就好像这十月的时候 去年十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到 这个底部区如果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那会形成一个载空行情 那可以看到 就算呢 你在这十月不敢进场 十一月行程上升轨道的时候 你应该要进场了吧 那你让它这四百点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后面可是涨了 两千五百点 你去头去尾 你是还可以赚到 这个两千点的价差 所以啊 这个两个礼拜后的财报周 或许我们过完年回来 就会有更进一步方向 目前美股台股 看起来仍然是在走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你要报股过年不会 我认为 这边或许你不用报得太大 那这边这种也是要鼓励大家 今年行情波动 或许不会比去年小 应该还是波动非常的大 而且可能不会像去年这样子 是有规则性的 去年行情 这涨多就往下跌 跌升乖提大 又马上反弹 今年行情可能不会是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跟紧我们的脚步 没赚到钱只是你不够想要 你不敢要更多 当你想要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呢 这些都是会你 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利来源 不管是多还是空 就好像我们在古墓奇兵 跟大家聊到这个MO类 所以这边要很认真的 邀请大家跟上我们脚步 2023年呢 风关前中哥会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抗衰退概念 第二个营运低机器 我们刚刚聊到PA嘛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被动元件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涨势 再来是今年呢 持续成长个股 那这4763的材料 今天又往上创一个历史新高 这种哥觉得这样股票 真是非常可惜 因为我们赚了30% 就已经先获利下车 后面这段没有赚到 很可惜 但是也没关系 这代表什么事情呢 代表我们选股的方向 都是正确的 只要你可以跟上 我相信了2023年 你依然可以赚到钱的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 跟上我们 027725-1500 027725-1500 你可以趁着现在提早跟上我们 因为你要等到年后 或是等到行情来 其实往往已经太迟了 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吗 其实买股票或是卖股票 其实通常都是买在未实现 卖在实现 所以你要等到都确定了 其实反而会有点太慢了 所以你可以趁着现在 赶紧跟上我们 这种哥一定会帮你做好 部位供款 让你安心过年 然后年后行情出现 我们放大我们的资金部位 这边就欢迎大家跟上我们 027725-1500 02725-1500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拜拜 1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